大家好 之前呢我上传了一个视频 就是关于在日本找工作 就是非常笼统的介绍一下 在日本找工作的现状 那之后呢有很多人私信 问我关于在日本找工作的问题 其中有很多人问到了 关于这个研修生 或者是技能实习生这个工作的问题 那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技能实习生制度 技能实习生这一项制度呢 其实好几十年前就有了 它是不断的发展变化 一开始我们可能叫它研修生 然后这个技能实习生 这个名称是最近几年才出的 为什么叫它研修生制度 研修研修就是研究加修行 不是修行了 就是学习吧相当于 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 可以说是 它的这个主旨呢 一开始就是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 来到日本学习一些先进的技术 或者知识 然后再回到他们的国家 让这个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据说这个制度 它的理想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实际上呢 由于日本这个劳动力非常的短缺 而且是这些体力型劳动啊 简单的这些重复性的劳动 非常的短缺 所以呢 基本上来的这些所有的研修生技能实习生都是从事这样的工作 那关于这个签证呢 它这个条件也很苛刻 它这个制度的阻止还是就是让你在这里学习之后返回你的国家 进行这个就是怎么说一些技术的传播啊之类的 所以呢 你学习完三年之后你在这里打工完三年之后一定要回国 你不能从这里这个研修生技能实习生直接找别的工作 然后就是换换成工作签证是不行的 然后甚至你来了之后就在那家公司也不能随便随便的更换 非常的严格 好 我下面说一下我实际接触到的这些技能实习生 因为我本身进的是一个食品生产的公司 然后有几年的时间我都是在工厂里面搬砖的啊 就大家一听是食品生产啊 具体的话我就是面包生产 好像生产面包能有多繁重的工作 其实是非常累非常辛苦的 就是说一下我实际接触到这些啊技能实习生的待遇方面 那2016年的时候 这几年前应该六七年前啊 当时第一批进我们工厂的研修生是中国人 而且还是我的老乡 那有一些年轻的小姑娘 还有几位是这个已经结了婚的家庭主妇 那其中呢 好像有几位就是没能坚持够三年就回老家了 然后有几位是坚持到了最后 基本上就是怎么说 各个部分吧 身体的各部分经常出现各种症状 就是腰酸腿疼之之类的 因为实在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我干过我知道这是非常辛苦 看上去非常简单的劳作 但是你要八个小时 甚至加班的话 九个小时十个小时 不停的重复性的劳动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的累啊 不比你那个种地轻松啊 然后第二批就是越南人 第一批第二批的越南的来的是一群小姑娘 然后后面还有越南的男生来 他们都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做这些工作 然后港山工厂当时的日本人至少我觉得是怎么说 一碗水端平是公平的吧 对这些研修生来说是公平的 就是日本人做什么样的工作 他们也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没有说让他们做比日本人更重的工作 或者说是让他们的这个居住环境不好之类的 就说其中两个越南的男生呢 住的就是跟日本人日本社员同样的宿舍 一人一间 然后女生的话呢 好像是有一个独栋的一个就是一户建 刚刚好是好像是公司的财态 然后越南人住在越南的女生住那一栋 然后当时中国来的研修生呢 女生就是分就是租了这个另外租了房间 两个人一间这样啊 嗯做的工作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个港山的那边的那个工厂呢 还是比较良心的啊 相对来说比较良心 最起码是公平的 嗯后来呢 嗯我又去过神奈川的工厂 嗯神奈川的工厂里边呢 是印度尼西亚的研修生啊 全都是男生啊 全都是男生 而且非常年轻 都是20岁左右 20岁出头 但是呢 嗯这个里边的日本的领导就非常恶心 我觉得就非常的恶心 因为这些研修生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嗯他们不能轻易的换公司 你无论怎样的辛苦 你都要在这同一间公司里忍受三年 所以那个当时的我的那个排班的班长 还是系长什么的 给他们排的都是一夜班 明白吗 就是很少日本人想想上一夜班 当然也有日本人上 但是这些研修生基本上都是排一夜班 他们都是就是不非常的不习惯的 因为但是也没办法 而且就是说干的那些工作全都是比较辛苦的 当然呃就是我接触的呃那几位呃印度尼西亚的研究生啊 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特别勤劳真的特别特别好 但是就是碰到了比较恶心的这个当时日本上司就是也不是说故意针对他们 但是很明显就是把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交给他们 就这样但是他们拿的工资还是最低的可能啊应该就是这个呃当地的最低薪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恶心的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呃住的宿舍是 跟那个日本社员完全不一样的我当时有那个呃我当时一开始也是在神战川的工厂住的呃公司的宿舍是一人一间最起码是一人一间 而且那个建筑物很大有好多好多间有很多间是空的 但是他没有让那个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这个男生研修生进去住 没有公平对待给他们另外租的不知道是四个人一间还是六个人一间非常拥挤的那个宿舍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还经常在日本的这个电视台上能看到之前啊就是虐待这些技能研修生技能实习生或者研修生的新闻 呃就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比如拿棍子打呀拿皮鞭抽啊啊就是恶意辱骂这种新闻全都有在这个就是日本报道出来的 当然还有没有报道出来的那最后总结一下我呃关于这个日本技能实习生的这个呃工作建议啊 那就是我不建议呃你们来日本当这个技能实习生因为大部分呃关注我的这些朋友呢或者是问我问题的这些朋友呢 你们的目标就是以后是在日本居住长期的居住那这个日本技能实习生制度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他就是在你完成三年的合同之后必须返回自己的国家呃不能在日本呃直接转成其他的工作 这是一个呃非常明显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是非常辛苦特别是像现在的呃80后90后这些独生子女这一代吧或者刚刚成年的这些人呃我们都是就是怎么说捧被捧在手心里的 虽然我是在农村长大也干过农活吧但是我也依然受不了日本工厂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累啊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所以呢 啊你如果在这里辛苦奋斗三年之后还要呃再回国什么也留不下啊这个呃所以日本技能实习生劝大家就放弃你单纯的想挣钱也可以嗯但是呢现在呃这个日本汇率的话也低也不一定能就攒下多少钱所以呢还是劝大家放弃这个念头啊好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留言我帮大家分析一下虽然我也不是专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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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